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大家想一想 很多人恨一个人一直记在心中 他这种不叫染拙吗 因为你被别人曾经伤害你的那些缺点 染拙了 别人曾经伤害你是一块木枝 你把它记在心中 你这个心是不是被染拙了 别人曾经害过你 你永远要记着 那你就执着于别人曾经伤害你的事情 你的心就不能保持干净 你的心就不能自由 因为你永远要痛苦 永远记着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和伤害过你的地方 所以有的人学佛学到后来 只要谈起他曾经伤害别人或者别人伤害他的事情 他一下子就会变得颓废 一下子就会变得孤独 这就是因为在他的八十天中没有放弃 他曾经的染拙和执着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的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无智无碍 就是外境不管发生什么变化 你都要理解人生本身就是千变万化 我们解脱之道在于心要有定力 定得下来 别人在你面前不管说谁好谁坏 你自己要有一颗良心本性 来验证它 来化验它 来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对于不对 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所以就不存在对 那当然也没有不对 所以无是才能无非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心永远不要随着世界上喜乐而转变 一会开心一会快乐 一会难受 所以讲到底就是解脱就是需要你的心不动 听不动就是佛法界讲的 如如不动 你们现在很多人碰到很多事情 你说你在家里待着 如如不动 很多事情是不是避开了 你说单位里今天很不开心要有一件事情 你请个假 你在家里 如如不动 你就算单位里要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开会了 你什么话都不讲 你还是做你原来的事情 不要去搬来 不去的去讲这个讲那个 你到最后换来的 还是你的如如不动 就是解除烦恼 就是在化解和解脱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你的心如果随着事事而转了 哎呦这个世界发生这个事情了 马上交集啊 哎呦这个世界发生那个事情了 马上难过啊伤心啊 那你这个人 情绪就会随着世界上任何事情而发生变化 情绪发生变化 心态就发生变化 当你心态发生变化了 你的真正的内心 就会产生无名的烦恼啊 忧愁啊 智慧第一下 因为人间的一切 不就是功名利就吗 功名增减了 财富了多寡 这些很简单的 你为什么要进入到里面去 就像很多人 根本他不能买股票的 因为他经不起一会上一会下 股票上去了 开心到最后昏过去了 股票下来了 难过的又昏过去了 所以他的结果就是昏过去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的心喜怒哀乐 不要随着世界上外境的变化 而跟着变化 你的幸福感就随之而上升 如果你天天跟着世界上的 所有的事情而变化 你慢慢就觉得 这个世界不幸福了 你慢慢就觉得 我很不开心了 你的幸福感会随之而降减 所以我们学佛人 经常要懂得一句话叫 幸福只在一念间 你今天这个念头 觉得我很幸福 你就是在幸福中 如果你今天觉得我很痛苦 你的意念在痛苦当中 那你就活在痛苦中 关键就在于你的心不动 所以我们经常讲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不要去跟着外境 世界上天天无常在变化 变动 那是正常的 不变动 那是恒常的 所以功名利路的变迁 不应该引起我们学佛人太大的 情绪波动 有就有了 没有就没有了 有就是你的 没有就不是你的 你用这种心态 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幸福感 所以学佛人为什么幸福 因为我们拥有菩萨的智慧 我们能够做到 鲁鲁不动 学佛修心 在成佛的道路上 我们需要经历五个步骤 今天师父跟大家讲 成佛道路上有五个步骤 我们会经历资粮道 家行道 见道 修道 无学道 五个阶段 资粮道 资就是资本的资 粮就是粮食的粮 资粮道 和家行道 还是属于凡夫境界 那么如果你进入了家行道之后 修行者就具备了世俗菩提心 所以这里师父跟大家讲世俗菩提心 就是你在人间会拥有菩提的心 师父跟大家一步一步讲 有很多人学佛 见到一点空性 哎呀 学佛了 想开了 没有了 无所谓了 见到一点空性了吧 我现在放下了 我不去执着了 无所谓了 我不跟人家打官司了 我现在很开心 见到了一点空性了 但是你的境界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 你没到达这个阶段 你是假空啊 你好像想通了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今天想通了 明天又想不通啊 这就叫假空啊 真正的佛法想得通 那是一直想得通啊 所以你就不能见到 你真正的见到 师父说的五个过程见到 我们先说见到 见到 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学佛法的人 见到佛法了吧 哎呀 佛法能够让我们解脱呀 佛法能够让我们 消灾解难 能够让我们跟着观世音菩萨 好好修心 多好啊 好 见到了吧 见到 好 你见到了 你见到了佛法了 但是你修到了吗 接下来就是修到 你看到了 但是你没有修 所以见到和修到 是两个不同的境界 就像很多人 就像很多人你问他 你信佛吗 我相信 那你念经吗 拜佛吗 不拜 不念经 但是我相信 这就是见到和修到的区别 你真正的见到 知道这个好了 你要去做的呀 所以修到的境界 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佛经上叫位 这个位置的位 就是我们说 有没有这个位置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椅子啊 有这个位置啊 有没有这个位置 这是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讲 就是你见到 你见到你要理解佛法 然后你理解佛法的目的 就是要修到 但是修了和不修 理解了还没有修 它层次不同 是两个不同的位置 就是我们说的品位嘛 上等上品了 上等中品了 上等下品了 对不对啊 像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 这个同学知道好坏 但是他好的也不做 他坏的也没做 这个同学知道好坏 坏的他就站出来 去抵制那些不好的思维 好的东西 他就拼命抢着去做 这就是一个修到 一个是见到 那么师父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个方面 见到修到 那么接下去叫正道 正就是证实这个道 正道 正道呢 是你必须见到 修到圆满了 你才能正道 这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相信菩萨了 然后呢 我又实实在在在修了 当我在修的时候 我修了圆满了 我正得了空性 我正得了佛道 我正悟了 因为你的修 所以才能正道 因为你的修心 你才能理解佛法的真谛 哦 原来如此 这就是正道 所以我们学佛修心 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的来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见到 实际上不难的 你看着别人在磕头念经 人家说很好啊 学佛很好 哎 你见到了吧 啊 这个时候你见到的时候 人家说你修心吧 你修道吧 哎呦 要爬起来 哎呀 我要上班 有很多事情了 他觉得见到很难 啊 好 等到慢慢的念经了 啊 修道了 好 修道在他那里不难了 修了半天 怎么成道啊 成道又难了 我怎么样能够成功做菩萨 你看我修了半天 怎么还是老样子 毛病越修越多 因为这些毛病都是你过去的 因为这些毛病都是你 无始节以来 你带来的在身上 然后你就会慢慢觉得成道 怎么这么难 那么经过你的一生的努力 不停地修啊 修啊修啊 成道到最后也不难 因为你今天可以做得像菩萨一样 成道了 是不是也不难吗 哎 我今天做了一天菩萨 做了一个月菩萨 我做了一年菩萨 最后行道难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最后没有坚持啊 行是坚持啊 去做啊 你今天一天可以做菩萨 但是你过几天又回到了人间 所以行道难 如果你要有大慈悲的心 来入世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如果在世间 以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来行道 行菩萨的道 有些人觉得很幸福 但是有大部分的人 会觉得比较痛苦 因为首先 你不能让别人理解你 你在做好事 别人会说你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些人 到庙里去 跪在那里擦地板 有些人看到 哎呦 你这样就成佛了 你今天做很多功德 哎呦 卖力了 好像你这样就能成菩萨了 你有的时候去帮助别人 人家不理解你呢 你说难受吧 你说很多人想为他好 但是他就是不听你的话 你说你这个行道难不难 所以菩萨要能够行道的话 必须牺牲自我 牺牲小我 有的时候为了救别人 全面舍去自己的利益 舍去自己的利益 就是包括你的时间啊 包括你的钱财啊 有的时候甚至要帮别人 所以有的时候还被人家不理解 人家还要诽谤你 还要骂你 还要讽刺你等等的一切 你全部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你这样才叫行道 所以行道是最难的 所以刚刚说修行五个步骤 是不是现在跟大家再拉回来讲 第一个叫资良道 资良道 顾名思义 资也就是资本啊 比方说做一个生意要有资本嘛 对不对啊 我们学佛要有资本吧 良 我们每个学佛的人要有粮食吧 吃饭要有粮食嘛 对不对啊 做个小生意要有资本 吃个饭要有粮食 叫资良 如果一个普通的人 我想从一个普通的人 今天成为一个超凡路圣 做一个圣人 做一个菩萨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修习资良道 就是资良位这个位置 那么比方说 我们一个普通的人 出家也好 在家修行也好 你知道佛法 哎呀真好 我能够悟道成佛 那么首先要看看你成佛 或者修成正果的话 你悟道的本钱有没有 我们说人要成佛 要能够理解佛要有本钱吗 有 有两种资良的本钱 一种叫福德资良 还有一种叫智慧的资良 也就是说当你要想能够成佛 成菩萨 成圣人的时候 你看看你这个人 有没有福气 有没有福气呀 你有没有道德呀 撒谎的人能有道德吗 欺骗别人的人有道德吗 这种没有道德的人 时间长他会有福气吗 所以福德福德 首先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福德资良 你这个人有福气 有道德 你就能成佛的资良拥有 第一步 第二步 那你这个福德 有的时候不够 有一点道德 或者有一点福气 投胎投了一个比较好的人家家里 家里有点经济来源 各方面比别人好 你至少还能放生啊 对不对呀 那么这些都是你的福德 但是福德它可以培养的 你不停地去做一些有道德的事情 你的德就会越来越多 你不停地去帮助别人 你的福气会越来越多 它可以培养的 所以资良道里边 福报就是这么培养的 所以做人开始 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边 讲到鲁家 道家 佛家 都讲一个 我们做好人 要有道德 其实做人很难很难的 你看看现在做人 有几个人做得好的 碰到自己的利益 马上就伤害别人的利益 他能做人做得好吗 所以修心 学佛 佛经上讲 福德不够的人 你怎么样修持都没有用的 你看看有些人 修了一辈子了 碰到自己的利益 马上缺德 有的人修了一辈子了 讲的天花乱坠 到了最后 碰到自己的福的事情了 我不愿意出来 我不愿意花时间 我不愿意 财不思 法不思 无谓不思 那么这种人 你叫他怎么想 所以一辈子 不会为别人想 他没有福德 他修不好心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学佛告诉你 那是真的 你不管做哪件事情 你不要去考虑 能够得到多少 你首先要考虑 我为别人付出了多少 这就叫道德啊 这种人会有福气的 你记住了 你多帮助别人 做一件事情 你自己的智慧 马上就会充裕 这个道理的原理 是可以 你从别人的事件当中 增加自己辨别能力 你帮助别人 某一件事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增加 自己的辨别能力 这件好事坏事 你都会知道 从别人的恒心 和你自己的恒心当中 你去帮助别人 解脱烦恼 你从这件 帮助别人的事情当中 你又了解了 自己有多少的耐心 和恒心 所以替别人做件好事 就多一份好报 多一份智慧 所以我们学博行菩萨道 就是要有这种牺牲小我 多帮助别人的 大无畏的 这种 我们佛陀的精神 帮助别人拥有 善缘 你帮助别人 跟别人结善缘 你的福报就够了 然后你做了好事 就会成道成佛 所以根基很重要 这就叫知良道 所以很多人听佛法 听别人一讲专业术语了 马上就听不进去了 师父告诉你们 我就是用白话佛法 在跟你们讲解这些 知良道 就是你自己的道德呀 你学博要有基础的 你一个妄语者 一个两舍者 你一个人连品质都没有 你怎么能成菩萨 你怎么能够走向 成佛的道路 就需要你这么一点资本 因为这是福德的资良 福德资良 那么第二 叫智慧资良 就是我们说 叫有福和智 两个资良 任何一个人 你学佛的人 就算你有福气 你闻到了佛法 你这个人也是很有道德 也很善良 很多人学了一辈子 听也听不懂佛法 根本不能理解 佛法里面的真实含义 对佛法里面的 那些智慧的资良 什么都搞不懂 你缺少智慧 你也不能成圣成佛呀 所以资良里面 有两种 佛经上叫福智二言 福就是福气的福 智慧 就是又要有福气 又要有智慧的人 这种人在人间 会产生两种庄严 叫福智二言 福德庄严 智慧也会让你在人间 变得非常的庄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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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